247 中國報 兩岸球賽開打打球變打人 2015年7月26日國際精選 B07金門25日綜合電 兩岸球賽開打打球變打人 2015年金城杯籃球邀請賽週五舉行 由中國北京大學和台灣藝術大學對陣 現而兩方球員從球場上的推劑 進而演變成打群架事件 讓現場民眾全部看傻了眼球賽從傍晚開打 剛開始就因防守 搞得火藥未十足 現場目擊民眾表示 從一開始的防守推劑 兩方就互不相讓 互相不慌 後來快結束前的第四節 又因為發生推劑 北京大學的教練出來制止 台藝大的球員不滿 槍聲馬北大的教練 引發北大球員的板凳球員不滿 一時爆衝 拿著意志衝出來打台藝大球員過現神 衝突時間大概持續三至四分鐘 主辦單位立即出面調停 最後整場比賽還是有比完 但已不再有衝突發生為前提下 彼此互相禮讓 形成古怪的現象 為慎眾喜見 雙方求完後來都到醫院照 所幸無大愛 雙方求完後來都到醫院照 輔出 此外不再 嚴重無人倒出 那群突然 便當大流角 女子 並不離散 三次獲得